嗨大家好我是艾瑪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上一支视频的下集 也是上一次没有分享完那些近期购买的一些产品 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过买了一款新的护肤油 就是来自伊丽莎白亚顿的这款8小时护肤油 它可以用在脸上身体和头发 它打开就是这款油 光从平身看它的颜色比我正在用的那款 雅样的身体护肤油来的要黄一些 颜色要深一些 从它的质地来说也是那种水状的油 我希望它跟这个雅样的护肤油一样的好吸收好用 接下来呢是来自理肤全的一款防晒 它有SPF50加可以防UVB和UVA 这个是Actrolite 如果好用的话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就是Smartbox Primer Water 这一款我还是很高兴能够买到它的 270左右克了 在网上对它的好评如潮嘛 Smartbox的这个喷头非常的这个细致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也会在之后的这个好物分享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接下来这款呢就是Olaia Skin Perfection 这个系列的一个产品 我可能买错了 我以为它是精华 但实际上它不是精华 精华是那种玻璃瓶身和那个有压泵的 这款是一个管状的 然后我查了一下它这个系列就是可以针对女性的一个毛孔 还有它的一个紧致度来推出的non-correct skin tone 还有它的一个抚平毛孔的一个效果 它还有SPF20的防晒值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等我用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的感想 还有一款产品是来自Olai的这一款这个美白的精华 它是那种低管状的 这个我记得好像也有人推荐过这款比较平价的美白精华 我看到挪威有卖的时候呢 我就想还是先入一瓶试一下 因为毕竟现在夏天慢慢也快过去了嘛 马上要进入一个美白和保湿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说想试一下这个美白精华效果如何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彩妆类的东西了 不是很多 首先呢买了一个NYX的单色眼影 它是这种有点紫红调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来使用 它的色号是HSC0 现在不打算开是因为我想 等到下一次做妆容视频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颜色 好 然后还有一款是来自NYX的一个HD Concealer 它的色号是 它的色号在哪里啊 是CW10 是一个比较黄调的这么一个concealer 也是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说 NYX的concealer算是比较平价又比较好用的一款 所以来试一下 那么我现在用的concealer是那个美宝莲的Fit Me那一款 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呢对我来说如果是皮肤状态一般的情况下 稍微会起一点点的小细纹 化完妆以后用散粉定妆了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所以美宝莲那款Fit Me 我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 能够就日常使用的一款遮瑕 还有两款是来自Lancome的产品 有一款是这个Lancome的这个腮红 这个腮红是当时一个店打折 然后我去捡漏买到的 那么它的外观就是这样的 非常好看 然后一个金色的小玫瑰 打开之后呢就是这样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塑料盖子 还有一个刷子 那么这个刷子呢 刷毛其实这样摸上去还是挺软的 但是它总体来说这个刷毛的量啊 不是很密集 所以我还而且太小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可能不太会用它这个腮红刷 那么呢它的颜色就是这么一个颜色 有点像有点像肤色的那种 然后它里面带有淡粉色的微微的珠光 那么我给大家试个色 就这个颜色 比较适合秋冬的 所以这个剪漏我觉得剪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一般来说我用的腮红都是那种比较粉嫩啊 或者是比较阳光的那种橙色啊 这款的话我觉得就挺适合秋冬 或者是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那种约会 或者是场合的时候可以使用的一款腮红 好 接下来呢就是同样来自Lancôme的一个单色眼影 它的色号是P102 它打开也是这样小小的一个盒子 它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是一个比较接近肤色的一个香槟色 给大家看一下试色 它摸上去的那个眼影的粉质感觉非常的细 很舒服 很软糯 它就是这样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 非常适合做那个眼皮的打底 或者是这个眼头的提亮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还有这两款产品也是口红类的产品 这个是亚诗兰黛的一个唇釉 它的色号是68号 其实它是一个没有什么颜色 就主要是提亮作用 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些珠光的香槟精和银色的 我买它主要就是想有的时候画日常妆的时候 画一个淡淡的口红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提亮 就会让嘴唇看得有一些嘟嘟的 然后比较性感 对 还有一款也是来自亚诗兰黛的一个 比较保湿的口红 它的包装我超级喜欢 有点像Shallie Tuberi的那个口红的包装 很美 它里面也是这样的 它是一橙粉色的一个颜色 大家试一下 其实这都是新的 我都还没有用 特别的少女的一个感觉 它的色号是 忘记跟大家说了 是60 Sunset Coral 一个颜色 你看它的盖子上面的浮雕 好漂亮 所以这个我真的好喜欢 那个 我还不舍得用了 看我什么时候心血来潮 用它来跟大家画一个妆了 好 还有最后几样东西呢 就是首饰方面的 首先跟大家介绍 这个毛衣恋 特别适合夏天了 冬天就不太适合 因为它这个颜色搭配 就是这种银色啦 然后有点Tiffinie蓝啦 然后还有这种蓝色的水晶啊 它层次感很强 它我觉得就特别多用途 它一共有四个链子 风格都不是很一样 比如说这个是 就是全部就是 就是一个金属链子 然后呢 这一款就是那种 像是小绿松石啊 和这种小银珠子 结合的一个链子就比较混搭 然后这一根呢 就全部就是银珠子的链子 然后这一根又是银珠子 和这种水晶的小管的 这种混搭 所以这四个在一起特好看 但如果你想单独 把它挑出来带呢 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这个就是没有 没有结合在一起 它是可以散开带的 就单独带某一条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我 算是上个月买的吧 就一直忘记跟大家介绍了 这款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它还附送了一个这种 袋子 可以装进去年的打结了 好大家等我一下 我装一下 那么最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我近期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老公给我买的一套这个首饰 我刚才回放了一下 发现手链没有拍到这个镜头里面 没有在取景器里面 那么现在我再重新跟大家拍一下 这个系列的手链和项链 这个牌子呢 是在挪威历史非常悠久 它是1370年就创建的这么一个牌子 一直到现在 已经有几百年 我是非常喜欢首饰是那种设计比较简单 然后线条也比较简单流畅的那一种 特别不容易过时 带出去非常好搭配 跟上一期视频说的那个观念是一样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平时戴起来可以比较粗犷的 就是不用特别的担心 或者是小心翼翼那种 我就很喜欢这种洗澡就可以戴 洗澡游泳都可以戴的这个首饰 然后它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失去光泽 或者是变色 那么它的这个设计我也觉得 简单又大气的一个设计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近期买的一些东西 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请在视频下面帮我点个大大的like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呢 请你点下面的订阅按钮来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